我在网上买了他的刀嘛 然后上电梯的时候就被划到手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刀就录出来了嘛 他们先是要我去加上了一个什么官方微信客服 我又发了我的视频给他 又发了订单编号 然后没人理我没人回我 可能裹了一点吧 他们找我了 后面就紧退款给我 然后赔资外钱给我 他这样包装肯定不行的 要他包装吧 然后真的按照客户角度去体验一下自己的产品